我今年26岁了,刚刚大学毕业,现在在一家公司实习,我即将要结婚了,之前和和岳父岳母商量好了一切,都准备好了。 可是,没想到的是,结婚前一天,岳父岳母把我和我妈叫去了她家,和我们直接说,明天婚礼我妈不能参加,我很惊讶,问为什么?岳母说,你解垃圾的妈去参加婚礼多破坏形象啊,我闺女的婚礼要完完美美,不能有一丝瑕疵。 我很生气,不行,我妈必须参加我的婚礼,我是她的儿子,结果岳母死活不让妈参加婚礼,我把我种媳妇叫出来,我跟她说,珊珊,你是怎么想的? 她吞吞吞吐吐吐吐的说,我妈说,你妈不去就不去了吧,更是让我火大,怎么能这样? 我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怒气,拍拍一笑,对岳母说,岳母,您还记得我妈这条胳膊,是怎么受的伤吗? 我爸很早就过世了,我妈是为了供我上学才制作的防卫工,当年是为了救一个即将要被车撞到的,人而受的伤,而那个人就是我的岳母您。 我妈出院之后,哥哥不能干肉活了,她就每天都去捡垃圾供自己的生活所需,然而旁人都叫她乞丐,我和她说别再去了,我可以养她,她不听说要减轻我的负担,此时岳母一句话也没说,我继续说,我妈是乞丐怎么了,你们嫌弃她丢人啊,那当初,要不是我妈岳母, 你现在没准在医院呢?我很是伤心,岳母被我说得沉默了一会,突然给我妈跪下了倾甲,是我们做错了,对不起,要不是你我现在没准就不在了呢?你原谅我刚才那些话吧,我妈赶紧让岳母起来了,没再说什么话,只是我的准媳妇珊珊依然没有什么表示。 她刚才的那番话,让我伤透了心,这是明显的嫌弃啊,现在就嫌弃我妈妈等,我妈老了之后,肯定不会伺候她啊,我在考虑现在还要不要和她结婚呢。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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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